冰湖运动宛如冰上的棋局 和夏季奥运会一样 冬季奥运会也是每四年一次的重要国际体育赛事之一 但是这个赛事只是针对那些在冰上或雪中进行的体育项目而设置 最原始的六个冬季体育项目就是 剁雪橇、冰湖、越野射击滑雪、冰上取棍球、北欧混合式滑雪和溜冰 北欧混合式滑雪又包括了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 而溜冰则包含花式溜冰和竞速溜冰 第一个关于用石头在冰上进行比赛的文字参考记录出现在1541年 其说明冰湖运动是发明于中世纪的苏格兰 尽管冰湖是一个古老的运动 而且也是自1924年以来在冬季奥运会原始的运动项目之一 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是搞不清楚它是在比什么 冰湖选手们需要对准在一条约50公尺长5公尺宽的区域之尾端的一个 分成4个同心圆圆环且被称为房子的目标区 并将一个又叫冰湖的花钢岩磨光石块推滑过去 在房子最中心的圆环则被称为按钮 比赛由两队互相竞争 每队各派4名队员 每位队员每局轮流各推滑两次 总共8个沉重的冰湖 就像棒球中的一局 通常一个冰湖比赛要赛10局之多 得分计算是以每局结束时 在房子中最接近按钮的冰湖数来计算 一旦两队将所有的16个冰湖划出后 比冰湖最接近按钮的那一队就是赢家 只有赢的队伍在此局得分 每一个在房子里比对手最靠近按钮的冰湖 还要接近按钮的冰湖都可以得到1分 因为获胜的队伍一定至少有一个冰湖 比对手更靠近按钮 所以赢队一局至少会拿下一分 最多则可得到8分之多 推滑冰湖的冰湖手可以让冰湖在滑行中慢慢转动 而引发出一个弯曲的路径 而两个持扫帚并陪同冰湖在区域中滑行的清扫园 也可以用扫帚快速刷动以改变在冰湖行进时前缘冰的状态 来进一步的影响冰湖的路径 在各种情况下 冰湖理想路径的选择和最终目标的位置 都是要依靠一个有效的战略和团队的合作来完成 而冰湖手的技术 则决定冰湖最理想的停止位置 冰湖运动 大概是冬季运动中 唯一的一个运用智力策略 多于身体动作的比赛项目 冰湖就因此获得到了冰上棋局的这个绰号了 冰湖地均是 冰湖码局的这个绰号 冰湖是有效的 冰湖正在冰湖上在冰湖化 冰湖上棋局的实力 冰湖公尔